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问题就要问 身为基督徒对于每周主日要去教会聚会很挣扎 去了每次都很枯竭 即使跟人有互动 感觉都很表面 好难跟人建立更深的情感与信任 那么自己在家或者在网上听牧师讲道可以吗 我觉得这是好多基督徒现在所面对 好多教会现在所遇到的 那第一个我要先尊荣这位网友 那我觉得代表停止聚会在你来说不是个选项 代表你每一个礼拜你都希望 继续在网路上面来持守这个聚会 我觉得这是件好的事情 不要停止聚会 但是另外一件事情是 其实说真的 有人常常这样讲说 十字架的关系就是包含我们跟神的关系 这个垂直是我们跟神 水平是我们跟人的关系 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 当然当你在线上聚会的时候 一定是你还在跟着一起敬拜 你还在领受神的话语 我相信你很努力地去跟神建立更深的关系 但是在线上有一个很大的挑战跟困难 就是你很难去跟人建立关系 那当然很难去建立关系 好像刚刚我听到这个网友他所说到说 他觉得每一次去的时候 他就很枯竭 他觉得跟人互动很表面 那么有的时候在这个过程的当中 当然有可能是人们的问题 但也有可能是我们在某一种状况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不容易跨出那一步 所以怎么样子在 我不晓得这个网友他遇到什么样的关系上的难题 但是这个也许是 有一部分是关乎我们在过去的一些伤痛的里面 或是一些在过去一些关系的破裂里面 需要得到医治 需要得到恢复 以至于我们能够在关系上面继续地走下去 那我觉得这个看起来 这个是一个更深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问题 其实因为他谈到 去了每次都很枯竭 可是他后来谈到的是 即使跟人互动 感觉都很表面 好难跟人建立更深的情感与信任 因此在家或者是在网上听牧师讲到 可以吗 所以等于是说 他枯竭 那个枯竭我现在听起来 好像不是在神的话语上面的枯竭 所以是在关系建立上面的枯竭 那当然其实真的在疫情的影响当中 其实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相对地变得比较封闭 为什么 因为即便我们的小组线上化 其实你知道线上化的小组 跟实体见面的小组就是不一样 差太多 大家可以一起播饼 一起爱宴 一起分享交流 其实人真的有这个需要 而且这是一个 不是线上的方便性可以取代的 但是其实说真的 我们人是有一个社交的需要 我们有一个团契的需要 那当然你 从一个角度来讲 我们如果想要从这个两个小时 一个半到两个小时当中的崇拜当中 同时间满足我们跟神的关系 或者不管是透过敬拜 透过赞美 然后能够达到我们跟人肢体上面的一个连接互动 甚至到一个更深的情感跟信任 我觉得那个期待可能有一点过高 因为其实我觉得那是一种回到一个属灵的家 但是我觉得其实比较多的一些 也比较有可能发生的 我就这样 比较有可能发生的是一个在情感跟信任上面 其实是在敬拜的里面 我们与主更深的连接 因为线上敬拜 其实我觉得从道的角度来讲 如果我们还是可以专心的聆听 不是在一边泡澡浴缸 然后就是或者在床上 就是说我们真的是专心的聆听 那我觉得道的领受跟部分 我觉得相对的其实是还是可以得着 可是其实敬拜的部分真的 我必须要表达 虽然科技非常非常的发达 然后转播的技术也非常非常的好 可是真的在那个灵场 我要讲的是 其实是有一个神同在的氛围 当然它也会到你的家里面 也会到你所在的地方 但是那个集体的恩高 我真的要说 那个现场的一起敬拜 其实是不容易被线上取代 对 是 那另外一个是 我也看见到许多教会 目前正在逐步地恢复的 是所谓的在聚会会后的 一些的服饰 祷告 跟一些的陪伴 那这个坦白讲 当然线上我们可以用 进入到Zoom里面 有人为你祷告 那都很好 已经是很大的突破 甚至我们可以为在不同国家的人守望 但是一个实体面对面 为你按手祷告 陪伴你 听你 讲讲你的苦楚 或者说面对到的困难 我觉得那一个服饰 也是会在实体聚会当中 一个非常重要跟加分 让弟兄姐妹回来的一个元素 所以这几个方面 我觉得其实是在实体聚会当中 你说要真的在肢体深刻的情感 信任连结 透过主日崇拜 我觉得那个期待有一点过高 但是我也挑战教会 也是说怎么样在未来的季节当中 因为弟兄姐妹是实质的 有这样一个社交的需要 那怎么样能够 不管是在小组的里面 或者是那小组现在已经 就是说这个虚实并进 就是说 所以有的是三周的线上 一周的实体 或者是两周的线上 两周的实体 可是不管怎么样就发现 只要每一次他们实体的时候 人出息率是最高的 他们只要实体的时候 或者是挨烟的时候 大家砰全部都出来了 因为就是需要 我要讲的是就是需要 那另外一个其实在家里面 听或者是领受 有一个危机就是 我们不知觉地会成为 消费者基督徒 那那种听的角度就是那种 反正我可以转台 因为有很多台 有很多的教会 都是同时间聚会 所以我听这个牧者 今天是这个讲员我喜欢 这个讲员我不喜欢 这个敬拜团我喜欢 这个不敬拜团我不喜欢 甚至我听过 有些人他自己会组合 他说我喜欢这个的敬拜 但是我喜欢这个的讲道 所以我敬拜的时候 在这一台 然后下一就是 我这个敬拜完之后 这个牧师要讲道的时候 我转到这个教会的 牧者讲道 好像变成是我们很主 我们很主导这个过程 但是我要告诉你 另外一个线上教会 没有办法取代的 是什么 是服侍 你没有办法操练服侍 我要说的是这位网友 可能你所期待建立 更深的情感与信任 是透过服侍的团队 当你来不只是为了 要领受信息 不只是为了敬拜神 你更是愿意付出 更是愿意为这个家 一起来让整个的崇拜 能够经营的 你甚至觉得说 我期待带来更深的情感 跟信任在彼此的关系当中 那你说我来做招待 我相信你加入到招待团队 你可以认识更多的招待的 弟兄姐妹 而且你一起在这样的地方 为让家伟大 感觉上以后的弟兄姐妹 来这个地方 因为你的缘故 他会感受到情感 感受到信任感 感受到归属感 所以有一个东西是 线上不能够取代的 就是服侍 而且服侍是会 使你生命长大的 没有 我好喜欢你的分享 其实确实 今天如果一个人 他一直选择在线上的话 他会面对一个问题 仇敌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 遍地游行 在寻找可吞吃的人 那你说我在线上 我还是在追求神 可是有些时候 这个仇敌恶者 有人攻胜孤身一人 但是如果两个人 就能够抵挡他 三股合成的身子 不容易折断 也就代表说 这个人他确实是基督徒 可是仇敌恶者 就是放下很多负面的意念 灰心 沮丧 忧郁 各式各样的东西 在攻击他的时候 但是没有别人扶持他 他就会面对到 很大的攻击 那很可能就是说 我们就越来越退到 某一个壳的里面 我们就越来越孤单 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还有在线上 可是后来 可能线上的时候 我们也去做一点什么事情 边做边听 到最后 很可能后来也没有线上 那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很需要 有一个群体的关系 我们非常需要一个 信仰群体的关系 我想到这个 德国的神学家潘霍华 那他在面对到这个 纳粹德国在整个 纳粹的势力 在德国很横行的时候 其实他谈到一个 团契的关系 其实基督徒需要 这个团契的关系 我们看到 这个团契的关系 帮助他们来面对到 整个国家 在酿子的一个光景当中 或者是初代的教会当中 他们天天同心合一地 在殿里面 在家中存在欢喜 诚实的心用饭 主将得救的人 他们得到众名的喜爱主 把得救的人 天天嫁给他们 所以那个很真诚的 团契关系 这个是无可取代的 那么当你来到 这个实体聚会的时候 就好像你所说的 你在这个群体的 敬拜的恩高的氛围当中 你会被牧师来祷告服侍 其实有些时候 你遇到一些弟兄姐妹 刚好也来其他聚会 可能就会聊一聊 那这个聊一聊 你也会被别人来服侍 就可能有一个 弟兄姐妹就说 我来为你来祷告 这个在我们来的 这个聚会前 聚会后的这个谈话 彼此祷告 这个也是很重要 或者是像你所说的 加入到服侍的团队当中 你在服侍团队当中 会有一个更深的关系 其实这个都很需要的 那我也要 特别来鼓励这个网友 或是有任何 有同样这样的想法的人 不只是 我们的聚会 不是只是有主日聚会 还有小组聚会 还有RPG 这个小组聚会跟RPG 就是让我们进到一个 更深的 更紧密的 一个更 更小的群体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连结的 肢体关系的当中 所以很可能 我要鼓励你说 来到实体的聚会当中 也去到实体的 小组的当中 甚至是我现在 这个RPG的当中 那我相信这个 都对你会很有帮助 但是有些时候 就好像 他的问题里面 就讲说 我好难跟人建立 更深的情感跟信任 那为什么 也许 我觉得这个意思 我是我好奇 想探究 也许是过去 有人伤害过你 也许是过去 有人背叛了你 让你觉得 无法再信任 那我觉得怎么样子 在从这个关系当中 修复这个关系 或者说 修复我们的心 让神的爱 来触摸到我们的心 从这个当中 得到释放 我觉得这个都是 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就是说 我觉得如果 没有进入过这个的话 我们很可能也 真的就没有办法 在这个关系上面 继续走下去 所以我诚信的祝福 这个网友 或是很多其他 这样的弟兄姐妹 都可以去恢复 这样宝贵的关系 我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网友的提问 这个网友提问 很有趣 但是也很深入 这个提问是这样说 如何才可以 不让诉苦成为讲是非 他一直不敢去讲 别人的不是 他不想单从个人的角度 去谈论 结果就变成搬弄是非 结果积压太深 有一天就爆跳了 然后他就跟姐妹讲的时候 然后姐妹就跟他讲说 不要再说了 再说会苦毒 你最多就是跟主来说 然后就对这个网友 有一堆的说教 他说这是为你好 但是他跟非基督徒说的话 非基督徒因为 没有共同的价值观 他也会担心说 会不会破坏教会的形象 为什么当基督徒的限制 多得不得了 但是是说 美其民是说保护 对基督徒的这个限制 保护多得不得了 我觉得这应该 不是主的心意 让人活不下去 信主的时间久了 总觉得该做得到 该明白 不能不懂事 随便都想得到 怎么样来用真理来教训 那为什么真理 最后才会成为捆锁呢 我觉得这个 其实一个核心的问题 这边说 为了与福音相称 却活得窒息 总觉得该做得到 该明白 不能不懂事 可是却 好像真理反的成为枷锁 原因是因为 福音 其实在讲的一件事 就是我们做不到 如果我们觉得 该做得到 该明白 不能不懂事 允许我这样说 其实我们还没有经历 真正福音的大能 福音的大能 要拯救一切相信的人 福音在讲的 就是一件事情 就是所有在圣经里面 我们觉得应该做的 我们都做不到 我觉得几件事情 因为他感觉到 可能被不公平的对待 然后需要有一个 诉苦的 他有一个诉苦的需要 OK 那等于是说 他受到冤屈 那有一个诉苦的需要 那现在不准诉苦 或者是说 不准被 因为诉苦很容易批评论断 甚至是经过要不饶恕 或者是苦读的里面 所以他就累积冤屈 到一个地步 爆出来了 然后又被姐妹论断 或者说被姐妹教训 就是劝 劝他说不要这样 所以到底我要怎么样 那我觉得其实 从一个角度来讲 第一个 我们尝试常常用 就冤屈 第一个是 你的冤屈不要累积嘛 你的冤屈不要累积 那诉苦 有没有可能会成为论断 有没有可能带到苦读 坦白讲 跟你诉苦的对象有关系 还有你希望诉苦 带给你什么 如果你去找 这个所谓的 智商辅导诉苦 那当然非常好 That's the right place 我鼓励你 不只是可以跟神讲 你一定要去找这种地方 他会给你正确的价值观 可是如果你是一个 被受害者心态 你的诉苦是要求 其实是期待人家同理 不只是同理你 而且是要跟着你一起骂对方 那我就要说诉苦 不一定能够达到你真正要的 因为你要的是冤屈 可以得着解决嘛 或者是你心里面的那个苦 那个气 可以抒发 可是 我要说的是 你没有办法正确的 抒发你的气 你需要帮助 那神可以帮助 神也可以透过 智商辅导帮助 神也可以透到 内在意志释放 来帮助我们 可是如果你觉得 你要自己 把自己处理好 然后又不可以做这个 其实坦白讲 不是不可以做 而是说 到底诉苦 可不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如果你已经诉苦了 N年 N对象 还是一样苦 那我们就要来回答说 如果诉苦真的有帮助的话 By all means 你去诉苦啊 可是问题是诉苦完之后 你还是更紧紧地抓住你的苦 所以为什么会苦毒啊 就是说你 你反而 因为受害者心态 他就会紧紧抓住他的伤痛啊 神没有办法医治他 因为他觉得他的伤痛 可以让他去诉苦啊 所以诉苦也是一个受害者 觉得他可以拥有的权利 那我们就要回答一件事 诉苦真的有帮助吗 真的有帮助吗 还是其他有更多的选择 但是重点 绝对不要 因为自己需要做什么 搞懂什么 明白什么 做得到什么 结论就是 我们没有办法处理我们的怨区 除非神帮助 我们没有办法胜过 我们内心的苦毒跟不饶恕 除非有神帮助 这是我看这件事情的角度 我想到这个网友 我的心中就是有很多的爱 就是我可以感觉到 这个网友他很需要的 其实不是一个答案 他需要的是一个陪伴 他需要的是被理解 是被接纳 是被倾听 那其实我们都有 在这样的状态当中 就是说 其实这个网友 他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 他好需要倾诉 然后他里面有好多的伤痛 想要说 但是 他里面又知道真理 他又知道他这样说 也许不好 尤其他不能够跟 没有信主的人说 因为也许 他这些伤痛 是跟教会 或是跟弟兄姐妹有关 或者是 或者是他自己觉得 他自己身为基督徒 不应该是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 有一点就是说 他的头脑里面知道 但心里面 还没有这个力量 那所以 其实问题不是说 基督徒好痛苦 也不是说福音 给我们好多的限制 我觉得 这个都不是真正的问题 真正的问题是 在这个姐妹的里面 他其实是 他头脑都知道 但他心里面 非常需要帮助 所以我觉得John 你刚刚给了一个 很好的 也许他能够给她的帮助 甚至 我的看法是这样子 也许那些姐妹们 这样说 也是她们不知道 在怎么帮助 因为也许她们 也不是没有听过 也许也不是没有帮过 但是 因为你知道 有些问题是更专业的 譬如说像 我太太虽然是个护理人员 我如果有一个什么小伤 有一个什么问题 她都会帮我 可是有的时候我就说 我现在这边怪怪 她说 你要我怎么做 你现在跟我讲这个 你要我怎么做 我看法就这样 我就说 也许你身旁的姐妹 她们是这样 她说 我可以 可是我可能做 只能帮你贴 OK棒 对 我只能贴OK棒 我没办法帮你做 开刀的层次 那你可能需要去 内在医治 或者是资商 才能够更深地帮助你 但是我觉得 其实这代表一件事情 你现在需要的 可能不只是 更多的知识 甚至也不是 只是一般的状况 你可能已经 你可能这个状况快爆掉 你可能需要 这个更急救 或是更有能力的 为他们来祷告 OK 我们一起来祷告 父神在你面前 把这位网友 还有思绪多多 正在这样的一个挣扎 跟苦楚当中的朋友们 仰望在你的手中 父神我们向你来祷告 主我们知道 你是意志的源头 主我们也知道 其实在你那里 其实是有丰盛的祝福 要临到我们的网友 跟弟兄姐妹的身上 主我向你来祷告 主我求你帮助他们 能够找到适合他们的资源 适合他们医治的管道 主有的时候 不是在这个枷锁当中 而是其实你 借着好像我们都做不到 其实是要引领我们 转向你 阿们 父神我相信 你有为他预备 好的资商 好的辅导 也有好的内在医治 可以帮他的苦楚 真的是有一个 被更新修复医治的方式 主我们相信 你不要我们一直在 不断地重复我们的苦 因为在那个苦中 只会更苦 但是你希望担当我们的痛苦 背负我们的挣扎 因此主我向你来祷告 就在这个季节 你用你的平安 来引领我的同工 帮助他们 进入到一个更新 意志跟恢复的里面 感谢耶稣祷告奉靠绝处的圣明 阿们 谢谢大家对共享观点的支持 你们在网路上的留言 我们都看到了 我们会不定时回答大家的疑问 欢迎你在共享观点的平台上 留下你的问题 很高兴跟大家分享我们的观点 也欢迎在网路上 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共享观点 我们下次见